今晚煎牛扒 這兩條東西這麼有趣的形狀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街市那裏 人家打火鍋切片那些買回來的 我叫它切厚一點 切得這麼厚 這麼厚 看看好不好吃 它的部位就是牛肩脊的部位 醃也是這樣醃的 找點鹽、找點黑椒 先洗一下 少許鹽 現在煎又可以 我等10分鐘後煎 為了隆重其事 攝影師就拌了個碟 待會發油扒就放在這裏 好,可以煮 燒熱點油 有些人會放牛油 個人在這裏 我會放花生油 這塊東西這麼厚 要煎熟 要熟熟的也要時間 當然,你三成熟當然容易煎 按一下軟軟軟的也很生氣 其實 好了,差不多了 好,切開來看看 好,切開來看看 也挺漂亮的 這塊呢 這塊薄一點就應該會熟一點 好,又到試吃時間 看看咬不咬得開 咬不開就什麼都隔 這塊應該九成熟的了 你真的去咬它 你不是成熟 又說放到大牙裡 咬到這裡已經咬不動了 熟了咬得動 熟了咬得動 這些是邊邊,你試試 咬得動 以前也好吃 這次主要來說 就不是煎牛扒的問題 是嘗嘗這些牛扒 這隻牛扒好不好吃 OK 夠嫩 不過,不知為什麼娘說不好吃 不過她一向都吃牛扒一般 我不是,因為吃牛扒 嗯,謝謝 都可以吃得過 不過 它都不便宜了 兩條東西都成一百元 好,開餐,拜拜 她就很快 好,開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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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 好,開餐